第十集 贵姐儿跟方文龙他们玩了一会儿,也觉得口渴,跑到巧娘身边,揪着她手里,喝了她杯底剩下的一口茶。 小嘴不由,咋巴了一下。 贡品就是贡品,果然清香。 贵姐儿的动作,引得唐媚娘等人都笑了,吩咐婆子道。 看贵姐儿的样子,倒像是小的品茶的,你带起了一杯,与她喝吧。 方文龙与唐绍华也觉得有些渴了,听得唐媚娘吩咐人弃茶与贵姐儿,也嚷着要喝。 婆子只得弃出三杯来。 唐媚娘应怕她们烫,手在旁边看着,却见贵姐儿捏了一个兰花纸,两只手指捏在杯上端,小口小口地品着,煞有介事的样子。 不由笑了说,看得我恨不得自己也赶快生一个女儿出来。 众人笑道,那你赶快生吧。 一边拿眼睛去瞧方瑶,言外之意,却是方瑶晚间需得多点努力,把方瑶闹了一个红脸,众人却笑了。 唐媚娘因家里是茶商,她又是大女儿,免不了跟爹爹接触些三教九流的人物,到养成敢说敢做的心子,比一般的闺秀开朗得多。 听得众人取笑她,并不以为伍,反倒跟着众人一起笑了。 董事一边陪着续话,一边打发婆子,先洗菜淘米的。 见家里人多,婆子有些忙不过来,正好被她指使去买东西的方文信和方文钊回来了,便换方文信上董玉禅家里,去借一个婆子过来用用。 其实没人使花,便买两个丫头回来吧,何必去借人? 唐媚娘听得董事这边让方文钊去借婆子,回来笑道,若是怕买得不合意的,下回我跟阿瑶回来,送两个给你如何? 这倒不用,秦城里的丫头,不说她们不愿意跟着我们乡下人过活,就算愿了,咱们使唤起来总有些不便。 董事笑着跟唐媚娘说道, 再说了,不过你们来时,忙一阵子就完了,若是平时,我自己也动手做一些,小子们也不让做少爷,该帮着做什么就做什么,一个婆子竟够使的,再多两个,平日里只养着了,却不需做别的,这不浪费了吗? 唐媚娘听得如此说,笑道,说什么精力的丫头啊,除了家生子,她们也不过是我们从人贩子手里买的,心情还不知道是哪个上沟口里出来的呢,哪里还敢闲东闲西了? 平日里闲着呀,就让他们帮着你刺绣闲话,给你垂背姐们的,岂不是好? 董事再三推辞,只说自己用不着,让唐媚娘不用费心,这里说着话,方文昭已领着董玉禅家的婆子过来了,董事忙安排婆子去干活,一眼见铺子里一个伙计来了,吩咐了好几句,给了她银子顾驴车用,又煮她一路上小心些,这才转头跟巧娘解释的。 铁儿闻信她姥姥生日,我们何家都赶了去,回来时,她姥姥非要留了那三个小的,在家住几日,说到中秋节前,就令人送回来的。 仙夏小叔回来了,少不得让伙计帮着去接了他们回来,大家也好团聚一番。 伙计怎么进来,不见文伟他们几个猴呢?原来是出姥姥家去了呀。 巧娘一边说着,一边卤了袖子,要去帮婆子干活。 董事忙阻止了,扯了她道,你只管陪着小叔他们,这些有我呢。 说着起身去灶下看了看,还是怕菜市不够,出来让方文信赶完酒楼买几个现做的十令菜送来,方放下心来。 方达见婆娘忙乱,巧娘陪着唐媚娘等人进去洗脸,她忙拉了方瑶,细问在唐家的事。 唐媚娘出生时,唐老爷刚好赚了一笔大钱,又因是第一胎,极为疼爱。 待得唐媚娘长大,脾气形势又集合唐老爷的胃口,因此,很听得尽唐媚娘的话。 后来见她一意要招方瑶这个不知来历的做夫婿,也出人意料地答应了。 好在方瑶原先就是做行商的,虽失了记忆,于生意一道上的心窍总还没有旺,很能帮得唐老爷的忙,因此在唐家也是受人看重的。 方达听方瑶把唐家的家事说了一个大概,点点头道。 这些还罢了,只要媚娘和你一条心就好。 媚娘她很好。 方瑶玉带再说,见得唐媚娘他们洗了脸,重新整了衣出来了,便指了话。 这里董事已是喊他们过去吃饭了,因人多,大桌子上坐不下,董事便带了几个小孩子坐在另一边的小桌子上。 唐媚娘等人见这里吃饭时不分彼此,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全一起上桌了,到集散这方式好,一家人围着一起吃,有说有笑的即使温馨。 董事给方文龙和唐少华装了饭,又帮着咬汤夹菜的。 贵姐喝了小傍晚汤,等了半少,不见董事给她装饭,决定自理更生。 拿了碗,小屁股一扭一扭的就跑到灶下,去让婆子给她装饭。 董事这里抬头不见了贵姐儿,在箭桌上的碗也不见了,不由笑嚷的。 摸不成,自己装饭去了,这个小人精。 一边说着,一边怕贵姐儿摔着了,正带起身,网造下去看呢,却见婆子左手端着饭,右手抱着贵姐儿出来了,乐不可知的说。 借我忙着,自己挪了椅子,网造上添饭呢,我这都一抬头,见她站在椅子上,这个大网放在一边,她怕摔倒,左手扶着灶台,右手拿饭勺,已是咬了一碗饭了。 汤梅娘在这边听得婆子的话,抬头看过来说,我们文龙五岁了,从没自己添过饭,都是婆子丫头服侍的,有时还得喂才肯吃呢,年轻喂饭时还得边喂边哄。 窥姐儿这么小,吃饭时不但不用哄,还自己跑去添饭了,真是难得呀。 方文龙听得自己的娘当众鼠说自己的不是,本已觉得失了面子,再瞧唐绍华似笑非笑地瞧着她,贵姐儿也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瞪着她吃饭,似是想看她这次会不会自己吃一瓣,一时急红了脸,在这边比划着手势,跟唐闻娘说。 娘,娘,那是小时候,我还不懂事的时候才那样,现在不是自己吃了吗,你别再说了。 众人哄得笑了。 带吃完饭,系上茶来,方达与巧娘究竟还有许多话要与方瑶说。 带说起二哥方香也在京城里,却在大夫上蒋藤所属的一间皮货铺当掌柜时,方瑶和唐门娘都大吃一惊,嚷道。 蒋藤,咱们也是认得的,年前她做寿,还送了礼去,只是她家的铺子也多,却没有一一地去逛,万万想不到二哥就在她家的铺子里当掌柜。 大家惊叹连连,都说到这么多年的兄弟同在京城,隔得也不远,偏生连一次也没碰到,实在是离奇的。 桂姐儿坐在巧娘膝盖上听着大人的谈话,方达和方娘还罢了,巧娘说着往事,却落下泪来,忙用袖子去帮巧娘擦泪,嘴里说。 娘,您别哭啊。 傻孩子,定真是高兴呢。 巧娘自己拿了帕子擦泪,一转头进门口,涌进来好几个人,却是方达铺里那个伙计接了方文伟他们回来了。 快过来,见过二叔二婶。 方达见三个小的儿子回来了,忙扬声让他们先过来,见过方瑶和唐美娘。 大家撕见完毕,虽又是一番热闹,贵姐儿却有些困倦,坐在董事怀里睡着了。 中秋过后,方瑶和唐美娘等人又回了京城。 临走时千钉万筑,让方达和巧娘等人得空上京去玩。 兵发若是咒举,定要来信报信,一日进京考进士,大家不一定还能团聚呢。 倒是方文龙和唐绍华和贵姐儿相处了几日,依依不舍地,把好几件心爱的玩具都送给了贵姐儿,这才上了车。 送走方瑶等人,巧娘带着贵姐儿回到家,又是整天掐算着郑铭发回家的日子,只说早考完了,定是等放榜了才回呢。 郑婆子见巧娘心神不定,知道她担心郑铭发考不上,跨了篮子又往妈祖庙里求签,得了一支上上签,让曾老道解了签后,何不拢嘴地回来跟巧娘说。 咱老道说了,定能搞住,求的签文写着,千锤百炼成真鸡,这回一定能苦尽甘来,真是妈祖娘娘保佑啊。 说着,双手合十,很是感恩了一回。 巧娘得了她这句话,稍稍定下心来,也双手合十,向四方拜了拜,莫诱了一回。 又等了好些日子,这天一大早起来,却听得村前有敲锣打鼓的声音。 巧娘乍一乍喜,已是忙忙开门去看。 一会儿功夫,只见村长和李正等人领了好多人夸着搭步走来,高声喊道, 郑鸣发中举了,郑鸣发人还没有回来,中举的消息先传了回来。 没一会儿,郑家已是挤满了人,巧娘一时疑似做梦,都忘了要好好地招待客人, 好在众人也不计较,只一片恭喜声。 贵姐儿跟在郑婆子身后,见满屋子人,一片嘈杂声,知道老爹如愿重举了, 长长地叙了一口气,老爹好样的,终于给家里带来了光明。 带到把恭喜的人送走了,巧娘等人虽然累,却都是笑容满面。 郑大坐下歇息一回,却见郑明星的婆娘吕氏带了她的小女儿郑小义来了。 一进门就让郑小义给郑婆子磕头,又轻热地喊巧娘二婶,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,郑婆子和巧娘见吕氏笑义款款, 又刻意地坐低扶晓,一时也黑不下脸来说话。 想着这回郑明发中了举人,反倒要客客气气地跟人说话, 免得被人说郑明发一中了举人,他们就翻脸不认人。 郑小义可能是得了大人的嘱咐,甜甜地赶着郑婆子喊奶奶。 郑小义未出生时,郑明星已经办了商铺, 带了旅士在镇上平了房子住了。 所以郑婆子并未见过郑小义, 这会儿见他才六岁,样子清秀, 竟有几分向他嫁去外地的姑姑郑明方。 一时意气郑明方,虽与郑明星一母同胞, 当时却未偏帮郑明星, 见郑明星罢了家产, 还曾有劝说过,因此脸色稍好了一些。 虽然还不想太理会吕氏, 却拉了郑小义坐在旁边的椅子上, 问他吃饭了没有, 可有跟着哥哥们上学等等。 郑小义上面也是三个哥哥, 被吕氏捧在手心里疼爱, 最是自信大胆, 这回听得郑婆子相问, 自是一一地道来, 一点也不怕生。 郑婆子见他如此, 便有几分喜欢, 看他的娘吕氏时, 也顺眼了一些。 这里吕氏悄悄地拉过贵姐儿, 往他手里放了两个铜板说, 贵姐儿, 这里是给你买糖吃的, 你拿着, 小心哦, 不要弄丢了。 贵姐儿自然是断断续续的, 听过郑婆子和郑明星吕氏的一些旧事的。 玉带不拿那两个铜板, 吕氏已是扯了他衣裳里缝制的一个暗袋, 把铜板给放了进去, 还拍拍他的小胸口, 确幸放得牢了, 这才放开贵姐儿的手, 笑嘻嘻地过去奉承郑婆子。 郑明发回来的那天, 不说村里的李正村长等人, 连镇上那些平日只闻其名, 没见其面的人物也来了, 把镇家院子挤得满满当当的。 郑明发有些甚至是叫不出名来的, 好在方达全认的, 帮着应酬说话, 方文信也帮着收礼物登记, 这晚客人方饭了。 郑明发送走了客人, 回过头只去朝方达和董事, 深深地行了一个礼。 方达和董事忙扶住了, 笑道, 你现在是举人老爷, 可别折上了我们贫民。 郑明发抬头, 对方达笑道, 我只知道你是我舅爷, 又是贵姐儿的干爹, 这些日子多得你们照顾, 线下受我毅力实属应该。 方达知道郑明发感激他, 也不多话, 直到, 线下客人都走了, 我带了几堂好酒来, 咱们待会儿何该痛饮一次。 说起方达住着郑明发考举人, 除了因为见自己身边亲戚多事行商, 并没有一个有脸面的读书人衣装之外, 也是乔中郑明发为人诸侯, 将来必不会负他的, 自己还罢了, 几个儿子若也读书不成, 将来出来做行商, 有个举人辜负撑着, 做起事来自然顺手许多。 郑明发过去看册子, 见还有郑大官人令人送来的礼, 变同巧娘道, 明儿的先行去拜会一下郑大官人的, 这回虽不用他出力, 让拜在他门下, 少不得以失礼行之, 你也收拾一下, 跟着我上门拜候一下郑夫人。 小娘含笑道, 这是自然。 一面思量着, 明日该怎生打扮方不会失礼, 只是这几年没怎么做新衣裳, 待会儿少不得翻箱倒柜, 找找可有穿得出去的衣裳。 白荣抱了柜姐, 骑坐在自己的肩上, 正与来华来福解释道, 天生说了, 中了举人便是老爷, 以后若是考中进士, 就是天子门生, 也就是说, 爹爹以后有机会当皇帝的学生。 来福憨憨憨憨的道, 我听说, 天下所有的事都要皇帝来管的, 他老人家本事很大, 爹爹要是当了他的学生, 肯定能学到很多本事, 只是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呢。 来华插嘴道, 我听说皇帝是天上的新秀来下凡的, 是真龙天子, 他老人家肯定长着长长的拔胡子, 一副老神仙的样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